7点40 那我们不会去影响到我们的上班时间 上班忙事正之前还要早起开直播 谢国良连续第五天来跟通勤组到早安 为了应对差量行动 谢国良开启选战模式 周末还预备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一起到仁爱市场吃美食 但集合地点却选在民进党籍基隆市议长 童子伟家店面隔壁 让他不满发文说感觉自己老是被霸凌 我总老是觉得被欺负的感觉 就是因为爱山路15号 就在我们家店门口 我们家店门口是13号 约在彩券行隔壁 因为那边有一个适合的联访区 只是不晓得说原来彩券行隔壁 就是童子伟议长家族所经营的通信行 这一点我们是不是那么了解的 先前就传出国民党为了反罢粮 也要反过来罢免童子伟 就怕双方阵营爆发冲突 谢国良决定改地点 我们愿意调整地方 那只是说到时候媒体联访的时候 大家会稍微比较克难一点 我想我们家族跟二姓 或是谢国良家族 市长的家族 我们都有三代的交情 我是不是委屈 我是不是老是被欺负 我想社会媒体大家自由共断 一字一句讲出心中不满 选职到底是无心还是刻意为之 绿营议员也翻出记录 强调谢国良亲门他互不是头一回 当时基隆市还在竞选立委期间 他就包下林欧昌竞选总部前方的路权 总共一个月的时间 非常这种小鼻子小眼睛的一个做法 真的没有办法去展现政治人物该有的一个气度 质疑谢国良活动选址别有用心 而面对八月中旬 选委会将公布是否罢免成立 谢国良与时间赛跑 平日开直播 周末还有蓝营巨头站台 拆量与反恶霸团体冲突将持续升温 继续温柔喜邱博听选民洋采访